近日,贵州贵安招果洞遗址从20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星发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4万年前的古人类是如何生活,所居住的环境有何特点?4月16日,记者跟随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隆来到了招果洞遗址一探究竟。 到达现场后,记者发现,招果洞遗址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除了洞口就是一块平坝,且靠近水源。张兴隆笑言,这在当时来说是一处抢手的好房源。 当时的依据性,和我们今天买房子还是有一点接近的。 它是在一个很大的坝子的边缘,而且这个坝子有比较稳定的充足的水源,这个就提供了两个条件。 自己人类本身的水源可以得到保证,动物的种群数量肯定也是比较丰富的。 另外一个洞口距离前边坝子,就是河流接地,它的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太高了,它进出洞穴不方便,如果太低的话,就是容易变得比较潮湿,水会浸进来。 所以这个洞大概是相对高层在50米左右,这个高层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当时人类选的洞穴遗址也是有考量的,它会选择向东或者是向南的洞进行居住,特别是向东,因为向东的洞的话,它的采光会比较好。 进入昭果洞遗址内,各地层上详细标注了地层的编号。 在张兴隆的带领下,记者从地层中看到了古人类当时所使用的火塘遗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编号HT44,这个是一个火塘的简称。 你看两层火塘之间,它有间歇的黄粘土的堆积,这个实际上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间歇层, 就是这一时期可能就没有人类活动,然后这两次大概有了一个时间间隔。 你看这个火塘呢,实际上它是以火塘为中心的一个活动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木炭的碳屑和那个红烧土啊。 在以火塘为中心的整个活动面上啊, 我们就是每一个火塘的活动面上, 我们其实都发现有人类活动,它留的石器, 有的还有骨气、食制品,有的还有那个大量的那个动物的骨骼。 那个实际上当时真的就是围着这篝火, 可能做一些解剖动物,烤树食物,加工骨器,打制石器这些工作啊。 2016年至2020年5年间,专家们累计工作时长800多天的考古挖掘, 在该遗址相继出土了百余件遗物,发现51处用火遗迹,两座墓葬,大量食制品磨制骨角器, 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 而这些遗迹和遗物也反映出了当时古人类的生活状态。 是客观来说,那个时候的人的生存状况还是比较恶劣的。 它面对疾病,面对环境变化,面对野兽侵袭,他们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 在这个遗址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长尺度的这种大的这个气候变化呀。 有些时候比现在要冷个五六度的那个时期, 人类针对性的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适应策略, 比如说它的这个用火的这个遗迹变得更加频繁,强度更高。 然后那个对洞穴的利用,它在早期呢可能是间歇是比较长的, 然后进入冷气之后,它可能在这个洞穴里面呢可能就是间歇会变短了, 就是对这个洞穴进入长期利用。 到最后的话,它那个比如它的鱼猎经济,广浦经济以后, 它的这个食物来源相对比较充沛以后,可能对洞穴的利用是一种比较连续的。 值得一提,专家们还在该遗址发现了一万多年前的磨制石器,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 这间磨制石器的它整部呢还占有这个这个石粉末,利益比较重大, 就是它,除了它是年代最早以外,它摘的这个磨石粉末, 就是为探讨我们这个最早的磨制石器的起源和这个功用, 它到底干什么用的,提供了可以说另外一个视角吧。 贵州是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地貌占到了92.5%, 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贵州有着丰富的史前洞穴考古资源, 已发掘出众多洞穴遗址,通过对洞穴、洞穴内出土的文物进行不断的考古研究, 也更加印证了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生活变化。 洞穴遗址的话,你首先要有山洞才行, 就是我们的溶洞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另外一个贵州,它除了你看这个生态多样性是比较好的, 就除了山地,它还有坝子,水源的话在很多地区的话也比较充沛, 整个生态环境是一个比较好的动物种群和植物种群, 就是生态多样性,也是为这个古人类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生存的条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